妈妈们一定要学会的 十种 美味早餐饼 早起十分钟就搞定 第一种 自从学会这个油饼的做法 我家一个月两袋面都不够吃 关键是 做法特别简单 不用揉面 也不用擀面 筷子搅一搅出锅 比油条还好吃 全家老少都喜欢 碗中打入两个小学毕业的公鸡蛋 十克盐 再加三百克的山泉水 搅拌均匀备用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一个小红心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开心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 您就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您了 然后大碗里加五百克面粉 三克发面网 倒入鸡蛋水 再用隔壁借来的筷子 搅拌成无颗粒的面糊状 盖保鲜膜醒发到 体积变成两倍大 然后就一块面团 轻轻的按压 中间划几刀 锅中五成油温下入生坯 炸到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刚出锅的时候 蓬松酥脆 即使放凉了也不硬 满屋挑衅太好吃了 喜欢的保存起来吧 想吃的时候 随时就能找到了 第二种 我是真没想到 把小米倒入绞肉机里 瞬间就做出了一道 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超级好吃 我们全家都喜欢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碗中倒入250克的小米 倒入温水泡一个钟 洗小米的时候不要用力的搓洗 不然营养物质就流失了 一般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泡好的小米倒入绞肉机里 加入300克的清水 打成米浆 没有绞肉机也可以用破壁机 每天都在用新的浇做美食 能否给我一个小星星鼓励一下 非常的感谢 打好的米浆倒进老婆吃饭的碗里 放入35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克的酵母 搅拌成我这种粘稠的状态 盖上保鲜膜饧发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糊都是蜂窝状 倒入红枣钉 给它搅拌排气 把面糊倒入刷了油的小碗里 气氛满就可以 撒上葡萄干放到蒸锅里 温水二次饧发10分钟 水开即时大火蒸半个钟 光火焖3分钟后再出锅 小米这样做真是太香了 横葱炫软香甜可口 全家都喜欢 多吃醋粮好处多多 食材简单做法也简单 保存起来你也试试吧 第三种 家里土豆都有吧 做成好吃的奶香土豆饼 奶香浓郁 软绵软绵的 孩子们都超喜欢 没牙宝宝也能吃 蒸熟的土豆压成泥 加一勺奶粉 一勺玉米淀粉 揉成光滑面团 揪一小团 整理成小圆饼 放入刷油锅中 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 第四种 很多人说我做的豆沙酥饼是烤的 其实真的不是 家里只要有平底锅或电饼档 就可以做外酥里软 甜不腻 真的是太好吃了 学会了还可以去摆摊 300克面粉 放入3克发面旺 3克白糖 打入1克鸡蛋 130克清水 搅拌成面絮 揉成光滑的面团 饧发20分钟 小碗里加面粉 放点食用油 调成浓稠的油酥 咸好的面不用揉 直接擀成圆饼 涂抹上一层油酥 再从一端把它卷起来 切分成8个小面积 取一段把两端封口 再向中心收拢起来 按成薄饼 放入豆沙馅 再收好口 吃香味 做豆沙包 面包 都很好吃 我把它放在了视频左下方 沾上水 再沾上芝麻 擀成圆饼 电饼当预热刷油 放入饼胚 烙至底部上色翻的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出锅 外酥里软 喜欢的你也是做吧 第五种 没想到第一次做纸皮烧卖 居然成功了 皮薄馅大 软糯咸香 今天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油热下入三肥气瘦的肉末 煸炒出多余油脂 倒入玉米粒 胡萝卜丁 香菇碎 芹豌豆 调味加盐 胡椒粉 白糖 生抽 老抽 毛油 一碗泡香菇的水 翻炒均匀 每天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想吃时找得到我 放入煮好的糯米饭 混合均匀 趁热分成70克一个的团子 扣篮买的饺子皮感薄一点 放上馅料 用包包子的手法包起来 只要不露馅就行 放入蒸屉 两面喷一层清水 扣盖中火蒸8分钟 不塌陷不破皮 满满的成就感 味道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第六种 很多人都喜欢吃红薯 都知道红薯烤着吃好吃 却不知道红薯这样做更好吃 更有营养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种新吃法 爆浆红薯披萨 软糯香甜 拉丝效果非常棒 一口下去 直接爆浆了 今天我就从做饼胚教给大家 碗中放100克的面粉 加3克的白糖 加3克的酵母 加60克的牛奶 搅成这样的棉絮 加10克的食用油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饧发到两倍大 蒸熟的红薯 按压成泥 饧好的面 直接擀成圆饼 上面放一层这个马苏里拉奶酪 放上红薯泥 再放上一层厚厚的奶酪碎 用你平时抱抱子的手法收好口 亲爱的看官老爷 帮我点亮免费的小红薰吧 谢谢您了 祝您全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再轻轻按压 擀成厚一点的饼 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撒上一丢丢黑芝麻 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 中间记得翻个面 时间到了就可以出锅了 外面酥酥的 里面软糯香甜 营养丰富 拉丝效果真的太棒了 孩子喜欢吃 赶紧做起来吧 第七种 大家注意看 以后想吃面包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家里只要用面粉和鸡蛋 在家就能做出外皮金黄 蓬松轩软 还拉丝的大面包 做法跟烧开水一样 比蒸馒头还简单 建议点赞收藏 碗里倒入400克面粉 两个顺产的鸡蛋 5克酵母粉 20克白糖 100克清水 用我老公吃饭的筷子 搅成面絮状 加入30克食用油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用老公搓衣服的手法 推拉揉搓 搓出手套膜 这是面包拉丝的关键 胡萝卜欺骗备用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就是最大的支持 上视频真是太惨了 这视频 您就帮忙点一个红心吧 辛苦您了 切成四的面积 把每个面积 擀成长方形 面片顶部挤上点豆沙 铺平 卷起来按压紧式 把下面再均匀的切成小条 从上往下卷起来 模具刷油防粘 再把做好的生胚放进去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刷一层蛋黄液 盖上保鲜膜 放入蒸屉 水开计时 大火蒸四剩五分钟 焖三分钟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面包 蓬松轩软还拉丝 比买的还要好吃 大小朋友都抢着吃 喜欢你就关注收藏 做起来吧 第八种 你看好了 往韭菜里加入两勺面粉 这是我见过韭菜 最好吃的做法 关键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看一遍就能学得会 韭菜清洗干净后 避干水分 然后再切碎 每天都在更新美食 如果对您的厨艺 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请您在百忙之中 给点个关注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 切好的韭菜 往里放两勺面粉 翻拌均匀 韭菜切碎之后 会有韭菜制液出来 这个汁水制式 已经完全被面粉吸附了 这样就不会造成营养流失 拌匀后 打入三个母鸡蛋 加少许盐 五香粉 用筷子再次的搅拌均匀 最后搅成这样的粘稠度 就可以了 平底锅倒少许油 把韭菜面糊 舀到平底锅里 全程开小火 两面全部煎至金黄 这个韭菜饼就煎熟了 不油不腻 这款春天的美味早餐 配上一杯牛奶 营养又美味 第九种 今天教家人们 做芝麻糯米饼 我家孩子和老人都喜欢吃 所以我基本每周 都会做一次 软糯香甜 口感特别劲道 可好吃了 碗里倒入300克糯米粉 50克普通面粉 30克白糖 加250克的温水 多揉一会儿 揉至面团光滑不沾手 不用醒面 直接揪上一块 按成小饼 包上豆沙馅 用虎口收落 蘸上一层芝麻 再擀成一个圆饼 这样饼胚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 再准备一根香蕉 切成片备用 亲爱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看在我这么用心分享美食的份上 您就点个关注 送个小爱心吧 谢谢您啊 变饼铛刷油预热 放入饼胚 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烙至一面变色 烦至一面变色 烦至两面金黄熟透 就可以出锅了 刚一出锅是酥脆的 晾凉以后 软软糯糯的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吃的 赶快收藏起来 空前学着做起来嘛 第十种 有好多姐妹说 不会爆馅饼 一爆就漏 那你可以试试 我这个方法哈 简单好操作 一样的薄皮大馅 我这里是用了 300克的面粉 加上3克的盐 增加筋性 如果你用的是 高级面粉的话 这个盐是可以不加的 190克的清水 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饧面20分钟以上 泡软的粉条碎 加点老抽 食用油 给它拌一下 这样积上色 又可以防止粉条成坨 然后加上韭菜鸡蛋 调味我只放了 盐蚝油和芝麻油 你也可以按照 自己的口味来放 饧好的面 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擀成一个大面片 放入馅料 我这里是放了 两大勺的馅 感觉有点太多了 然后从一边卷起来 把两边和封口 给它捏紧了 烙这个馅饼呢 咱们用低温去烙 预热好以后 锅里喷点油 放入馅饼 两妹也喷点油 扣上盖去烙 底部定型了 给它翻个面 烙到这样两面上色 就可以出锅了 好吃又好做 你也可以试一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